这是第五频道现场转播 现在我为大家报道事情的最新发展 请问你是怎么发现它的 当时我在矿情里工作 钻了一块岩石 果然发现墙壁上出现裂痕 接着整条地道就这么塌陷了 整条地道 听起来很严重啊 的确是的 不过我很幸运地没被困在里面 一爬起身才发现地道破了一个大洞 我忍不住上前查看 结果 结果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你还是亲自去看看吧 就是这个东西 那 那到底是什么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一艘太空船 这么小 恐怕连婴儿也装不下吧 它看起来确实很小 但是它不是地球上的东西 你还见到其他东西吗 没有 太空船是空的 但就是不知道它留在这个地方多久了 不管怎么样 它的主人应该早就离开了这个地方 说不定此时 这混在我们当中呢 这就是最新的发现 一艘神秘的太空船 许多科学家 已经陆陆续续地 抵达了这个地方 我想科学家们很快就会告诉我们 我们眼前的这艘太空船 到底是不是属于 那看起来确实是钢炸人的太空船 对啊 维特 你知道这艘太空船属于哪一个钢炸人的吗 红影像里很难判断这艘太空船是属于谁呢 不知道它在那里多久了 我们没有这一方面的数据 因为时空扭曲的关系 所以我们被分开了 时空扭曲 意思就是 每个钢炸人来到地球的时间都不同 哇 会有多大的时差呢 一年或两年 也可能是几十年 那就是说不管多少年都有可能 如果能得到那艘太空船 我们或许会找到线索 最重要还是联络失踪的钢炸人 所以我们更加要抓紧时间 别让任何人有机会挖出太空船 尤其是默克集团 这就是最新的发现 一艘神秘的太空船 许多科学家 已经陆陆续续地抵达这个地方 这记者好可爱啊 我想科学家们很快 哦 我正在看到 我们要得到太空船 但那太空船是空的 我知道 海空船就有研究价值 说不定能提供有关钢炸人的科技 明白了 博士 但我们要怎么将它从矿井里挖出来呢 这个你不必担心 有了这个机器人 你们应该没有借口了吧 博士 这太庞大了 这就是巨神怪 是我建造过最大的机器人 你们俩必须同时操控它 我们俩 没错 你们俩 库驰负责挖井 你负责防守 以免钢架人破坏我们的好事 这很适合我 博士 我可以和丁琪交换工作吗 挖井的工作也蛮有趣的 废话少说 行动吧 看来科学家早往一步到达了 看来他们已经开始在研究了 我想我们要赶快行动了 别着急 我们肯定能找到其他方法接近开空船 入口有人看守啊 我去和他们说说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当科学家从矿井里出来的时候 我会借故把他们引开 你们就在那个时候 趁机溜到矿井里去 明白吗 希望不会有差错 放心吧 我对这个计划有信心 请问你们 在廊坑地方 借责 小猫 小猫 急 小猫 在这儿 没有 小猫 到 对 有 小猫 在暗大 肚汁 指 没 稳 我听说你在另一个地方也发现了太空船 是的 为什么没提早通知我们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嘛 直到看到这个新闻 无论如何我不是专家 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好吧 麻烦你带我们去看看 各位请跟我来 把他们引开了 到底怎么了 那 那是什么东西 你看什么 各位我们还是快点离开这里了 对了没错我们快走快走 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默克集团的机器人 立刻进入战斗模式 嘿 我们该怎么让他停下来 这东西太庞大了 集中火力在他脚上吧 过去这样可以令他瘫痪 就怎么办 爱丁奇你看 又是那些钢架人 我是说的没错 他们总来妨碍我们 那我们该怎么办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你专注挖井就行了 我来对付他们 我来对付他们 这个巨无霸霸实在是太强了 这个巨无霸实在是太强了 是时候了 去那剩底了 我来说 是 Megah 不会 不会 是 我们 TU 你们 我们 如果 你 不会 你 和 钢甲系统 传送 钢甲系统 传送 钢甲系统 传送 钢甲系统 收地 钢甲系统 锁定 钢甲系统 锁定 开始挖起 后登 收死吧 我不会让你们得逞 维特 小心 维特 这些凡人的苍蝇 受死吧 我们再不阻止他 太空船就要被他挖走了 但我们的钢甲配件 根本对他无效啊 希尔斯的钢甲雷击也伤不了他 我们需要更强的攻击 冷静一点 一定有办法的 我们只要阻止他继续前进就可以了 对了 或许我们可以把他从矿井里拉出来 我倒有个办法 让我试一试 又是这个 传送 当甲系统 锁定 我看见他了 没场合 把他挖出来 耶 娜娜 现在 看我的 灯甲系统锁定 游戏 游戏现在开始 怎么了 为什么巨神怪兜不了 没想到他们用这种方法来阻碍我们 不自量力 你太小看我了 我们得帮助萨维斯 知道了 将 eigentlich hanok Where are you going 他人家人家人家人 钢甲系统 他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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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員家人家人家人家帮助萨绩 维特 是时候让这个巨无霸倒下了 明白 装甲系统 锁定 这次看你往哪儿逃 钢甲风神 全力出击 受死吧 什么 现在 成功哥 发生了什么事 巨神怪倒下了 快让他起来 好 太好了 他受损了起步来 我们趁机行动吧 还好太空船没有损坏 有发现吗 有资料了 这是伊达的太空船 伊达 伊达 是我们的武器专家 他的破坏力不可小觑 可以看看他来到地球多久了吗 热搜太空船 将落地球已有三十年了 三十年 比阿泽的出生更久远呢 可以探测出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没办法 伊达将所有资料都删除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当然是为了隐藏他的踪迹 如果过去三十年都没人发现他 那么他确实隐藏得很好 伊达做什么事都不留痕迹 这就难怪了 各位 先别说这个了 那巨无霸 又站起来了 我们就让他再也站不起来 等等 对付这个巨无霸 或许有更好的办法 如果 我们能够将太空船引爆 或许可以同时炸毁巨无霸 引爆太空船 对 太空船里应该有能源核 只要我们能够破坏它 那便能顺利引爆太空船 这个主意不做 你认为如何 维特 我们能够破坏太空船的能源核吗 这个方法行不通 钢甲人的太空船 使用的不是普通的能源核 不会因此而产生爆炸 如果以外界的能量 使它变得不稳定呢 外界的能量 我明白了 我们可以把钢甲人的能源 输入到太空船 这倒是可以办到 在紧急的状况之下 太空船的系统 会允许外界的能源输入 我们现在的状况就很紧急 就这么办吧 我们会将巨无霸的注意力引开 走吧 启动能源传动模式 他在迅速吸收能源了 非常好 继续能源传送 完成了 我们得尽快将太空船 我们送到巨无霸那里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哇 好强的大爆炸呀 耶 接下来我们只能等伊达来找我们了 他会的 他的加入将会为我们带来更强的战斗力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我们即将多一个钢甲人 和我们一起对抗默克集团 那当然 听起我们又输了 我们要怎么向博士交代 我知道了 就说巨神怪突然故障了 你认为博士会相信你的话吗 你为什么每一次都打我的头 那才你脚趾总可以吗 疼死我了 不不不 还是打头吧 头比较硬